像我们研发的那个蛋白苗本身就建议打三针 大家一开始不理解 说你们为什么不能研究一个一针的两针的任何事物呢 大家要记住每个事情它有它自身的规律 那么像蛋白苗这样的苗呢 包括苗火苗呢 它的基本原理就告诉我们 它一针可能不行 我们当时即西方与MRNA疫苗为代表的 其他疫苗打一针就可以 现在证明也不行 那么好了 如果说面黄苗打了两针 又通过现在提出来的所谓的一元皆中 蓄怪免疫 就是你打完面黄苗可以打我们的泄别独栽体苗 也可以打我们的蛋白亚丹尾苗 那么是不是这个打完了以后呢 加强针以后就不用打第四针第五针了 我觉得这个现在还是个科学问题 我们还需要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有一条 现在世界上的真实世界数据告诉我们 人体内的抗体的低度 也就是抗体的量 和防预防这个疾病是成正相关关系的 假如我们的抗体打了疫苗掉下去了 确确实必要有必要打正强针 至于要不要补到现在说的第四针第五针 我想还需要时间 还需要正式世界的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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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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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